以下节目由岭南小馆赞助播出 精益求精 尽善尽美 岭南小馆欢迎您 定位电话415-982-7877 415-982-7877 地址三番市科尔尼街631号 政坛可以说是瞬息万变 前总统马英九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说 当上总统之后登上权力高峰之后 不断被民进党批斗 政论节目天天都在骂他 要骂他才会有收视率 让他在这个形象声望跟民调上面 都低到没有人想要跟他合照 也没有人想要跟他握手 因为他还有死亡之握之称 连这个马席惠都救不了他的这个民调 不过在今年情况好像有不一样了 因为在今年过年的时候 他竟然感受到人间有情处处有爱 让他这个咸鱼大翻身 处到之处受到人群的包围跟欢迎 他亲手写的春联可以说是奇获可居 两岸的民众都抢到这个都在抢 那真的如罗志强所说的 还马英九公道必会是蔡英文 因为这个对照主义出现的话 当前的执政者的这个风格跟 绩效和前任的超级比一比 民众都觉得说欠马英九总统一个公道 现任总统和过去这个前任总统的 超级比一比也是历史评价 历史功过的一个重要指标 马英九总统在任内的时候 多次被他丢邪 说法院不罚 但是蔡总统被他丢邪的话 就要罚 许多双重标准的出现 当然一比之后呢 公道就自在人心了 也不能说马总统有多少的丰功伟业 政绩有多好 但是蔡总统的确是带来多加加油 或许修正一下路线 对自己会比较好一些 由岭南小馆赞助播出 精益求精 尽善尽美 岭南小馆欢迎您 定位电话415-982-7877 415-982-7877 地址三番市科尔尼街631号 可以让您在家三番市 Taiwan 请不吝点赞续